到现在为止啊 咱们终于把这个网络模型啊 都给它训练好了 那么接下来啊 就是说咱们该怎么样利用这个网络模型啊 去做咱们想要做的事了 哎大家没忘咱们是想要做一件什么事吧 咱们是不是说要对这个人脸呢 找出来它五个关键点 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还有两个嘴角啊 那么下面咱们就来看一下 咱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个训练好的模型啊 哎帮助咱们完成这个事 那么因为啊 就是说接下来代码是咱们怎么样使用这个网络模型啊 相对来说啊 可能大家更喜欢这块代码 因为啊这块代码能帮大家做那么一件比较实际的事 所以说呢 接下来代码啊 我可能会解释的比较详细一些 咱们每一行代码都仔细的去说一说 它做了一件什么事 首先啊 我这里指定了两个文件夹 就是说这里指定了两个文件夹 咱们一会儿再看就行啊 这个Test Floater里边 存的是咱们要测试的文件啊 先看一下吧 就是说在这里啊 有一个测试文件夹 我们看啊 叫做Test Floater 里边呢 有五张图像 一会儿啊 咱们就要对这五张图像做一个关键点的预测了 那么这个Result啊 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会产生一个结果 结果就存在这里 等咱们把代码讲完了 咱们就实际的运行一下 看一看咱们啊 就是说通过这种算法得出来一个结果怎么样 那么下面啊 就是说要对这五张测试图像嘛 每一张测试图像啊 有一个复循环 在复循环点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来debug啊 一个带一行代码 一行代码的来看一下 我们看啊 先是首先啊 第一步就是说 咱们需要把咱们的这个测试图像读进来 那么咱们还是用这个CV2.Imagrid 把咱们测试图像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呢 咱们需要把测试图像转换成一个灰度图 因为呢 咱们在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使用这个灰度图进行训练的 所以说呢 咱们在接下来测试的时候啊 也需要使用这个灰度图来进行测试 那么这里啊 我有一个resize操作啊 就是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resize操作呢 主要来说啊 就是说 因为啊 咱们在训练的时候 咱们是不是给这个 每一个图啊 给它找出来一个人脸框啊 咱们来画一下 咱们训练的时候啊 这是一张图像 然后呢 图像当中啊 有一个人脸框 咱们预测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 咱们预测出来的结果 是相对于人脸框的一个位置啊 比如说这五个点 每个点啊 都是它相对人脸框的一个位置 是吧 所以说呢 咱们在测试的时候啊 也是需要找出来这么一个人脸框啊 就是说 咱们测试的时候啊 有一个鲜艳知识 这个鲜艳知识啊 就是说 大家需要给这个图像 指定一个人脸框啊 在这里啊 我指定了这么一个人脸框啊 就是说 接下来 咱们看到了这么四个坐标值 那么这四个坐标值啊 就是说 我给这四啊 给这五个图像 每个图像呢 给它指定出来一个人脸框 大概的一个位置 那么就是说啊 对于这五张图像 我没有去实际的 给它找出来一个 比较准确的人脸框 我们看 这个里边的代码 就是说 对于这五张图像 都给它指定 我们看 这个复循环底 在这个复循环底啊 说了 这五张图像 都是相同人脸框啊 就是说 这里啊 我为了图一简便啊 也没去实际的去看一下 那个人脸框 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我只是给出了一个 大概估计的位置 咱们啊 一会儿就用这个 大概估计的位置啊 来去做这个关键点预测啊 这里啊 只是给咱们 给出了一个先的知识啊 就是这个人脸框 是等于什么 咱们一会儿 也可以实验的去看一下 人脸框啊 对于咱们关键点 对于咱们最终想要的结果 找出这个关键点 有多大的影响 那么大家 现在可以想一想 你是说人脸框 给的越准 关键点就越准吗 一定是这个事吗 可以告诉大家 一定是这个事 你这个框啊 给的越准确 那么你这个关键点啊 给的也会越准确 为什么 咱们之前啊 说什么 咱们之前预测的都是 这个点相对于 这个人脸框的位置 对吧 那么比如说啊 这个人脸还是实际在这个位置 那么你这个人脸框 给歪了 会出现什么后果呢 你人脸框 给歪了之后啊 这些关键点 会发生一个 整体的向右的平移 比如说 你这个人脸框 给的稍微偏右一些 那么你这些 所有关键点预测啊 都会偏右一些 那么也就是说啊 咱们这里啊 关键点预测 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 你这个人脸框 给定的是否准确 如果说 你人脸框 给的越准 那么咱们最终 关键点预测的结果 肯定也会越准 好 咱们接上来说 在这里啊 我先是把 咱们这个框 这里给出个框是吧 我先把这个框 给它画出来了 就是说 用CV2啊 咱们OpenCV 有一个画图 CV2的Retongo啊 就是说 给它画成个矩形 把咱们这个人脸 给它框起来 一会儿啊 咱们在运行的时候 就能看出来 画的矩形啊 是什么了 然后啊 这点啊 咱们这点很重要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getlandmark 这项代码 是什么意思啊 咱们读进去 这个landmark 这个类里边 那么我们可以看 在landmark 这个类里边啊 咱们进行了一个 初始化的方法 咱们要初始化什么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之前啊 训练了好多 好多个网络啊 好 每一个网络 是不是都有一个 deplow文件 还有一个 卡费model文件 咱们要把这个 deplow文件 以及卡费model文件 给它结合在一起 这点啊 我们看 我们指定了一个 deplow path 以及呢 一个model path 这个deplow文件 deplow文件 应该大家都 比较熟悉了 deplow文件啊 就是说 当咱们实际 测试网络的时候啊 咱们要把这个 测试网络的一个 模型写出来 然后呢 以及啊 一个卡费model 给到它啊 咱们需要这两个东西 deplow就是咱们 刚才的 proto tit啊 这个路径 然后呢 model path啊 就是咱们训练出来了 那20多个网络 它存在的 那个主文件夹 然后呢 这个cnn types啊 cnn types 就是咱们一会儿啊 要找的这个 子文件夹 因为啊 在咱们这个model里 有好多好多个model 是吧 有这个L11 还有L12 以及呢 R12 有这么多model啊 一会儿 咱们就要通过 这个cnn types 去找到 对应的这个 deplow文件 以及啊 卡费model文件 咱们接下来 往下看一看 咱们这里啊 看有一个level1 level2 level3 分别对应着 咱们之前所说的 那三个阶段 那么咱们在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 咱们这里啊 只取了一个全局的啊 只取了一个全局的 就是说 咱们只需要一个deplow文件 以及呢 一个卡费model文件 看这点 咱们运下结果 从结果来看 我们看这个level1 这个level1 这个例子的变量 level1这里边 存了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是这个deplow点 proto txt啊 就是说 咱们测试网络的时候啊 需要这个deplow点 proto txt 另一个呢 就是咱们这个迭代完的 这个一万 十万次的 这个卡费model啊 把他俩关联在一起 那么对于这个level2呢 我们看 level2这行代码啊 它有一个 phone name in cn types 也就是说呢 在咱们这个level2里啊 咱们有十个 有十个网络 是吧 所以说啊 咱们要对这十个网络 分别找到 对应的deplow文件 以及卡费model文件 呃 我直接运行到level3吧 咱们从结果来看 这行代码运行完的结果 就是说在这个list里边啊 有很多个小的元素 每一个元素呢 是一个二元组 那么每一个二元组啊 它是由一个deplow文件 和一个卡费model文件组成的啊 也就是说 它这里啊 有一个le1 deplow文件 有一个le1啊 十万次的卡费model 就是说啊 在这里 咱们初始化的时候啊 先要把这个deplow文件 和卡费model文件 它们捆绑在一起 一个deplow文件 对应于一个 卡费model文件 那么对于这个level3也是一样啊 level3也是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咱们再来运行一下 咱们啊 通过这个level1 level2 还有这个level3啊 已经把咱们这个deplow文件 以及啊 卡费model文件 都拿到手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可以来初始化 这个网络了 咱们靠 咱们接着往下运行一下 看看这行代码 来做了一件什么事 咱们读进去啊 在这行代码里 我们靠 它是CAN的一个初始化 在这个CAN内里的这个初始化 就是说 咱们已经拿到了这个deplow文件 以及卡费model文件了 咱们啊 要让咱们这个net啊 定义好 也就是说 把咱们的网络配置啊 先读进来 我们看 这里self.net等于net 这个net是什么 net就是咱们这个deplow文件 model呢 就是咱们传进来的这个卡费model文件 在这里啊 咱们调用了卡费 给咱们提供了一个接口 卡费.net 在这个卡费.net里的 咱们需要写三个东西 一个东西是咱们的deplow文件 一个是指定一个model文件 最后啊 咱们把卡费.net写上 就是说 告诉卡费 咱们现在要做一个test的操作了 我们看 这一步运用完之后啊 咱们底下的这个 命令行李会打印出来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告诉了咱们现在啊 读的一个网络的配置文件 大概从头 从上到下 是怎么的一个流程 我们看 这个还是蛮长的 他只把这个网络模型啊 又重新输出了一遍啊 也就是说 咱们先初始化好了 第一个网络模型啊 第一阶段的网络模型 那么咱们接下来啊 就要初始化 这个第二阶段的网络模型 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在这点啊 到这了 我们看这一个 4pm in level 2 为什么要写个负循环啊 因为对于level 1来说 它只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只有一个 从整体上来说 只有一个迪普劳文件 和有卡费猫的文件 但是呢 对于这个level 2 第二阶段来说啊 咱们就有10个迪普劳文件 和10个卡费猫的文件 所以说呢 在这个level 2里边啊 咱们要初始化 10个网络模型啊 咱们 咱们进去来看一遍吧 就是说在这里 还是一样 每一个net 我们看这里啊 咱们因为 它是一个负循环 读出来的嘛 所以说第一次初始化的是 这个2L11 第二阶段的L11 然后在外面打断点啊 咱们再来考第二次什么 哦 这是还没运完 第二次 第二次什么 第二次是2RE1 那么第三次呢 第三次是这个2NE 是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在这里 在第二阶段里啊 要一次一次的进行初始化 一共初始化10次 通过这10次初始化呢 让咱们的网络啊 把之前所有的网络配置文件 都读进来啊 这个就是第二行 第二个level 做的初始化的一个任务 那么对于这个第三个level啊 其实它跟第二个level 做了同一件事 也就是说呢 这三行代码啊 是把咱们的三种网络啊 就是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 所有的网络的配置文件 和卡费猫的啊 都读进来 做了这么一个初始化的操作 我在这儿打个断点啊 咱们接着往下运行 把这个断点取消 好 第三个level读完 咱们就完成了 哎 这样一个landmark 类的一个初始化啊 咱们来回到咱们刚才的位置 啊 在这个位置是吧 在这个位置啊 咱们是不是完成了一个landmark 类的初始化 也就是说这行代码啊 是帮助咱们完成了 所有网络的一个初始化啊 一会儿呢 咱们就可以利用 这些初始化好的网络啊 来进行一个预测了 咱们再来